在这听一听音乐感觉烦恼都没有了 今年夏天找工作 我就是就着离这踢球近找的 今天算是最近最快乐的时候 夜幕降临 亮马河两岸霓虹变幻 波光炼焰 2023北京朝阳国际灯光节近日起目 亮马河沿线的光影场景 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游玩 继亮马河的奖板 提滑艇火热了一个夏天后 这里又成为了年轻人下班后的快乐源泉 我觉得上班以后呢 尤其是周五周六的时候 挤出一点点时间 给自己回归自我的一种惬意的感觉 在这么冷的冬天 能看到这么美的灯光秀 买到花 然后喝到很好喝的奶茶 就觉得很幸福 刚刚在前面瞧那边 然后就拍了很多照片就很开心 能来这踢球 对我来讲啊 几乎就是每天下班之后的小确幸 下班我一般八点 就是只要群里一寒 立刻就过来了 这边环境特别好 有蓝色港湾 有亮马河 还有这个免费的球场 我这么说吧 我今天夏天找工作 offer我就是就着 离这踢球近找的 据说在北京 再忙碌的人 到了亮马河 都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几位游客表示 相比北京其他景点和商圈 亮马河独有的 惬意松强和浪漫氛围 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独属自己的时光 感觉就是这边会更休闲一点吧 就也不爱去那种像南螺呀 什么那种人特别多的地方 商场也不是特别爱去 这种就是很chill 更喜欢自己稍微能安静一点的地方 上班就比较累 然后下班之后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 然后就会戴上耳机啊 然后溜达溜达就感觉 就感觉挺好的 就这段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此次灯光节期间 还将举办百余场文商旅活动 不少市民告诉记者 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善 演出 市集等各类活动的增多 他们的夜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就是最近变得漂亮多了 就是树上的灯啊 和白尔灯啊 以及马路对面的这种 大家有时候会放放音乐 然后喝喝小酒 灯光 灯光变多了 然后旁边好像 好像有很多那种微笑的那种笑脸 今天你微笑了吗 感觉比原来夜生活 最起码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了一点 就是像这种灯光节 而且有的时候 蓝色港湾也会搞一些活动 比如说之前是有那个滑板的活动 然后这种还挺多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小集市 就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 放松放松 除了璀璨的冰河夜景 亮马河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也吸引了不少人 一位下班后在河畔兼职摆摊的摊主说 在摆摊的过程中认识新朋友 感受不同的文化成为了他解压的新方式 通过在这个摆摊的过程当中认识不同的新朋友 我会觉得能够能够把一天的工作上的这些压力进行一个很好的释放 我是觉得在这边能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 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年轻的潮流文化 都会存在在这个地域 而且在这两天晚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skater 就是滑板少年 对看到他们就会觉得 哇年轻时候的感觉又回来了 会觉得活力满满 就认识一帮姐姐们 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边遛狗 狗狗们有狗狗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和这些家人们也成为了好朋友